有大樓單喔 有啊 事務醫生雙載騎士一閃而過 在警車面前還敢闖紅燈 員警立刻衝上前打來人 兩人逃到大樓車道 騎士先是把隊友放生了 自己轉頭落跑 二話不說先來個深深的鞠躬 雙手合十回一難雙膝下跪 拜託警察不要開單啦 只是他身上早就散發出濃濃的酒味 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沒有沒有我真的沒有浪費 好沒關係現在我們同事也跟你講了 那個吹的過程 吹個氣頻頻出雞 員警快受不了 懷疑他是在拖時間 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結果出爐0.73毫克 酒測值打破錶 只喝一罐就醉成這樣 原來38歲紅心男子 二號和朋友吃薑母鴨喝啤酒 反家時在高雄見五路被警方募集闖紅燈 雙方還在大街上你追我跑 最後騎士跑到大樓車道 但鐵門沒開五路可墮了 只好當眾下跪 啟酬員金往開一面 那他騎到了地下室死巷 他沒有辦法走了 我們在後面就把他堵住了 會議歧視聲聲 自己才剛找到新工作 隔天就要上班了 疑似太嗨 前一天跟朋友聚餐到半夜 喝到醉茫茫 這下被送進警局 真的後悔莫及 TVBS新聞李江勝參加軍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第二天 請問監督